一愚蠢的金发女郎一名年轻的口技表演者 在各个区乐部巡回演出 某晚正当他用塞盖上的假人 来讲愚蠢金发女郎笑话时 第四排的金发妇女站在椅子上叫起来 我听够了愚蠢金发女郎的笑话 你凭什么这样把女人分类 头发的颜色跟价值有什么关系 就是由于你们这种人才使我在社会和工作中得不到尊重 不能发挥个人的潜力 你们这类人打着幽默的旗号 使这种歧视永远存在 这种歧视是对全体女性的 口技表演者很尴尬 开始道歉 而金发女郎却让道 你站到一边去 先生 我是在和你失概想的那个小笨蛋说话 2.拍照片为什么闪电时金发女郎总微笑 他们以为在拍照 3.潜水艇沉没怎么让一手满在金发女郎的潜水艇沉没 抛潜水艇的门 4.无法进入17个金发女郎站在一家酒吧外面 为什么 因为告示写着18以下禁止入内 5.几点了 金发女郎问人几点了 哪人告诉他3.20分 金发女郎一念疑惑的说 我问这问题近一天了 为什么每次都得到不同的答案 6.特价促销 一个金发女郎走进一家电器商店 看到特价促销 他对售货员说 我要买这个电视机 不好意思 我们不买东西级金发女郎 他赶紧回家 染了自己的头发 然后回到商店跟售货员说 我要买这个电视机 不好意思 我们不买东西级金发女郎 该死的 他竟然还能认出我 女郎想 于是这次 他回到家 桥妆打扮 剪了头发 还染了色 换了全套衣服 戴上太阳镜 然后过了几天 又去哪家商店找哪个售货员 我要买这个电视机 不好意思 我们不买东西级金发女郎 女郎舌弃地惊叫 你怎么还是知道我是金发女郎呀 因为 他回答 这是一台微波炉